这个猪肉哨子你学会了 不管你做塑料炸酱面 还是酱肉包子 还是腊肉粉条 那都八十的 具体咋做的 看我教你 第一步 猪油下锅 炒这个哨子 最好是用猪油 不要再香 这个油和哨子的比例是什么样子 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一斤肉 哨子 加二两油 那么我都二十斤 五比一的比例 四到五斤油 炒哨子 我建议选前加入 三起开 百分之三十的肥 百分之七十的瘦 而且你在打这个肉的时候 用这个绞肉器来粗塞塞 或者是打颗颗 打三十的这种 懂得自然懂 然后又说这个瘦下锅 来一把 哇 二十斤肉 稻子下锅以后 我们给它炒散 这不是啥子 很关键 要把这个水汽给它蒸发了 心稍微这样子一塌就就蒸发了 加点老姜 洗干净丢下去 不要撇得太烂了 因为这个老姜 这时候还要腌出来的 对了 继续炒 好 这个时候我以为拿点白酒 四川的纯粮式白酒都可以 有条件你用肥腾五点液也要得 把它下去之后增加一个香味 来 炒多再吐油了 香味出来之后 下五香粉 这个白方地区可以用四川香 四川用五香粉就对了 这个是这个哨子的灵魂甜面酱 有地方喊的梅酱 甜面酱用啥子出来呢 用灰面出来 加进去之后炒香 甜面酱有朋友说的不是我们川菜调料 错了 你要比我们的酱肉包子 灰锅肉 酱肉 石榴 都要用到这个 是一种传统的调味料 甜面酱的有很多厂家 具体你用哪一家的 第一 香肚 第二个 炎肚 这些要得掌握好 不是每一家是一样的 所以你用我加好多 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来给你推荐加的量 反正就是炎肚 香肚对了就对了 这甜面酱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炒 要把甜面酱的香味 给它炒出来 颜色要和肉一融合 这样才能达到甜面酱的效果 不炒 甜面酱是不出香味的 这个不能炒得太干 香味颜色出来之后 我们还要加一个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清水 这个清水下锅很关键 为啥子 因为有时候 烧子里面的肥肉的脂香味 全靠时间 让它慢慢慢慢地出来 红烧肉 时间烧得不够 香不香吧 就这个道理 加清水的目的 就是要让它在锅里面慢慢喂 把脂香味喂出来 烧子才效应 烧子开了以后 我们要清搅动 为什么防止粘锅 这个烧子炒了 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这个是炒给炒面的工人的 想吃点面啊 蒸点蛋啊 烧点豆腐啊这些 平时说的 我这个烧子开了好安逸 安排算 我觉得厨人就认识 将心比心 很多面馆师的师傅 就是最讨厌炒的 不要咋 因为肥神啊 你这一两个小时 都要这样子轻轻地给它搅动 它有时候才不得拔锅 对了哈 这里炒了将近两个小时了哈 水气收干 香味一出来 油开始发亮的时候哈 我们就要把它捞出来了 烧椰子 它捞出来之后哈 它还有一个慢慢收干的过程 四五条面 再吐油 这个猪肉扫子贴的哈 就是香得很哈 不跟你用来蒸蛋 好 煮一下子塑胶炸酱面啊 烧点豆腐啊 烧点粉条啊 或者直接拿来拌饭 都把饰饭 人家工人有的时候晚上加拌 吃点面哈 加点扫子在里头 那肯定要把饰饰饰 好 把不把饰饰饰 来 大家拿回来靠汉的消毒